程序运行一下 我们要这个程序运行一下 然后呢咱们来进行一下相对应的这样的一个测试一下 我看一下左边对右边的部分的相对应的都已经写完了 所以呢咱们把程序开起来 开起来之后 然后呢咱们回过来来测试一下相对应的这一段逻辑 我先把这个页面呢重新的来去 访问一下访问一下之后呢 相对应的我们来看一看一眼 这里面这边右边case case先 那当前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图片印象码啊 所以我们回过来来去看一眼相对应的 咱们比如说注册一个账号18612345678 然后呢这个L应该是LXFH 然后呢获取短信验证码 这时候你再要注意 哪怕说这个手机短信验证码发不出去 但是我回过来 为什么为了进行多账号测试的时候 我自己走后门就可以了 我把它查出来就可以了 所以不一定在测试的时候呢 只能是你一旦测试完发送短信之后 那接下来你再测试别的罗绩的时候呢 你可以注册多个账号 你走后门不用短信在这里面插出插出来呀 所以我们现在来去看一眼相对应的 咱们抄近道路 对应应该是127点 因为我前的逻辑还没写的吧 所以我只能通过这样方式来写的测试 127.0.0.1 对应的是5000端口API 然后V1.0 对应的 我们把它叫做users吧 是这样的属性 然后呢最终访问的方式是pose访问方式吧 对吧 是这样的pose访问方式 是这样的pose访问方式的时候呢 然后紧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那在包底当中我要去传参数了 我们在后端当中去写的这一段逻辑的时候呢 要求你前端必须给我传回来的数据呢 是json格式的数据 所以我在前端进行测试的时候呢 这里面是不是得去选择一个raw格式啊 然后呢在这里面去选择一个json 我们去写下咱们要求前端去写的数据都有哪些呢 我们来去看一眼 咱们要求前端传的时候呢 mobile 然后呢 转信验证码 还有密码吧 所以咱们再去写一下 对应的mobile手机号 然后呢 它的值 比如说咱们写的18612345678 再有第二个值 第二值是转信验证码 SMS Code 它的值是多少呢 咱们刚才是不是刚复制过呀 728414 拿过来 再往后走的话 还有的应该是password 我们在后端所去进行定义的时候起的名字 password 那它的值呢 比如说咱们写的是123456 再往后走的话 我们还要去传第二个password 2它所对应的值呢 也是123456 我们现在往后发送一下 然后呢 这时候 你要去注意 我们先给大家去示范一下出现问题的情况 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你现在看一下 我的这个逻辑是不是已经按照我在后端去写的一个最理想情况啊 全部都是完整的 而且格式都对的 这时候 我再send一下 send一下之后 这时候你看一下 如果反正什么错误息啊 400错误吧 然后告诉什么东西 csrf token 缺失了 所以你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应该反出来一个问题吧 什么东西 我们在上节课跟大家清楚讲了 把这个完整csrf机制给你说过来 然后我们还说了 咱们去做完这一步的时候呢 咱们在程序当中 在init文件这里面 在init文件这里面所做的这个csrf protect 它做什么工作呢 仅仅是在后端把验证那个机制开起来吧 它会自己尝试读取cookie里面的值 跟请罪定的数据值 然后呢进行对比 但对于前端的cookie怎么设置 包里怎么设置 就是由我们自己再分布完成 然后我们才后来 再去写静态页面的时候 实际上才补出了这个cookie的吧 把这东西补上了 但是你现在看一下 还缺少包里 包里的时候 那我们刚才 是不是刚刚就正好 发送的post数据 被它拦接下来呀 因为我们在这里面 是不是根本就没有 在请求体当中 把数据给的cg啊 这是关于这样的点吧 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那出现这样的问题之后的话 那咱们怎么来去做呢 我们把它加上就飞了 但是加上的话还有问题 加上的话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加上的问题就在于说 这个postman 在默认情况下 是发送不了cookie的 也就意味着说 我们在这个浏览器当中 这里面是不是才包含这个cookie质量 会自动的网络发 但是这个postman的这个工具呢 默认情况下 它是不会给你发送这个cookie数据的 如果你再发送复计数据的话 你还得再去把这个postman再装一个插件 才可以的 这个插件再装的话 是要翻墙才装的 所以呢我们现在 为了测试后端接口 咱们先暂时把后端给你关掉 关掉完成之后 我们在想前端的时候 测试前端的时候呢 咱们再把这个套计给你铺上 欢迎你现在回回来 咱们先暂时 先把这个地方csf给你注释掉 注释掉之后把它关掉了 关掉之后呢 咱们再来重新启动一下程序 重新铁按程序计 重新启动这个程序之后呢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短信页这码还有吗 应该是没了吧 case 星 诶 这里还有 因为在哪 因为在于我们刚才一旦被拦截的时候 试图函数当中是不根本没有直径进去啊 我们是在进入到试图函数的时候 才能够在这里面去删除的 因为刚才已经被它拦截了 所以呢 试图函数根本就没进来 所以咱们现在回回来 再去进行发送 数据都不都变 直接森了一下 森了一下 现在来看一下 发送短信验证 短信验证码失效了 已经过于消期了吗 刚好到了有消期了 这么不巧吗 好 再来拍动一下 Q3V7 森了一下 回过来再走一下后门 应该是427452 拿过来 427452 好 森了一下 森了一下看一下 是不是代表做的成功啊 回过头来 我们再来去看一眼 数据库当中的这一段数据 应该是直接select select 请from ih user 对应的profile 然后呢查询一下 这里面刚才是不是应该有两条记录啊 一个是因为一开始给大家写的A 还有一个186118 这个东西 如果这时候你看起来的话不太方便 怎么看呢 有没有去学过后面加一个-g 让它变成竖排显示 后面加一个-g 之后呢变成竖排方式了 这是第一条记录 这是第二条记录 我们看一下第二条记录当中 编号为三 name是手机号 这是password 哈西瓦 这就是那个方法帮助我们生成的 你看一下它怎么生成的呢 它不仅把这中间的这个颜值 这部分的颜值帮过来 还把什么帮回来进来呢 把前面对应的这个算法 它所用到的东西呢 也放到这儿 这是这个颜值 然后到了后面 这才是真正s-256 如果计算有出来的结果 然后呢 这是关于手机号了 其他的参数呢 因为不需要传 咱们放到这儿 所以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这边的颜值 感谢观看